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该套流水线整合了从原材料一直到成平颗粒的所有工段 包含切断工段 第一道烘干工段 细碎工段 第二道烘干工段 缓存工段 智力工段 冷却工段 包装工段 整体除尘工段 电脑控制终端系统 切断工段 该工段主要整合了木材板材等物料的破碎处理 木材板材物料 经机械手进入缓冲平台 通过振动链板进入欺骗机进行粗粉 因为物料在搜集运输过程中凌散 方向不一致的难题 通过平台链条运输后 再经过振动输送机 物料均量规整有序地进入木片机进行削片 保证了设备的产能跟效率 第一道烘干工段 物料从料仓通过皮带机进入烘干机 料仓进行缓冲 以保证整个流程工段顺畅进行 热风炉燃烧产生热风 通过引风机传送给烘干机 烘干桶可以通过调节转速 来控制物料运输速度和流量 从而保证了烘干机的产量跟烘干效果 粉尘物料通过双连沙克龙收集处理 回料进入皮带机 从而进入粉碎前缓存搅滚料仓 细粉工段 通过搅滚缓存料仓里面的搅笼 将烘干后的木片输送给皮带机 然后匀速进料到双转子粉碎机进行细分 物料进入沙克龙进行除尘和集料后 进入到第二道烘干系统前的缓存料仓 粉尘进入布袋除尘 第二道烘干工段 第二道烘干采用三桶烘干机 将粉碎好的细粉物料经过烘干机内三道回转通道 大大增加了物料跟热气的接触时间 提高了烘干效率 尾部采用旋风除尘器跟淋浴除尘相结合 杜绝了物料跟热气外排造成的污染 三百立方米料仓缓存工段 第二道烘干系统烘干后的物料通过皮带跟搅笼 输送到三百方大料仓内缓存 让烘干后的物料在料仓内进行水分传递 保证物料水分的统一性 料仓内部设有12根脚尺 保证了物料在内部的流动性 另外溶积足够8小时生产存料量 实现了整条生产线的连贯性 智力公转 颗粒机采用了6台220千瓦的850型号 立式环膜颗粒机 料仓物料经过一段时间存储 水分均匀容易成型 进而通过抖提机进入风体料仓 再通过变频味料器进入立式环膜颗粒机 颗粒机采用了220千瓦的850型号 立式环膜颗粒机效率高 稳定性强 维护成本低 每台设备独立性强 方案设计更合理 产量保证率高 冷却工段 成品颗粒成型后 三台主机颗粒料落入平送皮带 进入大青角皮带到冷却舱进行冷却 通过溺流式循环风 让物料冷却到室温 粉尘物料通过旋风除尘器进行收集 保证清洁 冷却层下面配备简易筛 冷却后的颗粒 再经过进一步筛分处理 让颗粒质量更好 更达标 包装工段 筛分好的成品颗粒 经过大青角皮带输送设备 运输到成品舱内 成品舱下配备自动称量的吨包秤 根据设定的重量打包颗粒 另配网袋输送机 把打包好的颗粒输送到指定位置 除尘工段 整体除尘采用了脉冲除尘跟布袋除尘相结合 通过风管把运输中产生的阳尘都收入到除尘室内 有效保证了整个车间工作环境的清洁性 电控控制 整体电控采用集中控制和分布控制相结合 让整条生产线运行的集中化管理更好 分布应急控制更及时 另外 生产线采用分段连锁控制 各个工段之间相互关联 让生产线连贯性更强 主机采用自主位料检测系统 让设备智能化更强 管理更加方便 我们两条生产线从私生产以来 我们山东渔关产家的技术服务人员 一直跟踪泡沫 三名工程师专门进行技术指导 能源评训 安装调试 目前从私生产的情况来说 整条两条生产线生产室运行 状况良好 适比运转正常 基本达到我们生产的 预期效果 江苏京湖年产十万吨 节感木屑颗粒生产线 是山东渔关机械有限公司 智慧与汗水的结晶 更是公司能力和品质的见证 山东渔关将继续为客户提供 完美的生产设备和解决方案 为生物质能源行业注入澎湃动力 山东渔关 环世界一片蓝天